我是万万没有想到花甲一直吃错了 你在做花甲的时候 如果焯水的话那就错了 里面的好东西全部都给你焯走的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不用一滴水炒花甲的做法 饱着个个都好吃 8块钱一斤的花甲我们要了两斤 把花甲给它放到大盆子里面 我们给它挑选一下 如果里面有壳子烂掉的或者是张开嘴巴的 这种花甲是不能够吃的 因为这种是死的已经开始发臭了会影响口感 挑出来以后直接把它扔掉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在大盆中加入一勺白色的食盐 再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然后我们用筷子给它搅拌一下 时间的搅拌 把花甲都给它搅晕 一定要多搅拌准会 一直把我们的花甲给它搅晕为止 搅好以后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我们的食盐还有适量的油给它浸泡一下 浸泡20分钟左右就能够吐出沙子了 我们要准备适量的干辣椒 给它准成辣椒段 煎好以后放进碗中备用 然后我们再准备适量的大蒜 给它切成蒜片 全部切好以后放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把小葱 给它切成3-5公分钟左右的长段 葱段切好以后放入碗中 再准备几根香菜 把老根给它切掉不要 然后我们再把香菜 给它切成3-5公分钟左右的长段 切好以后放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块去皮的生姜 切成片 切好以后放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个小碗 加入一勺生粉 然后在碗中加入小八碗的清水 我们再用勺子给它搅拌一下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以后放在一边备用 这个时候的花甲已经切碰好了 我们时间的把花甲给它搓一下 把表面的会酱给它搓掉 一定要多搓一会 搓起干净以后给它捞出来 再倒入适量的清水多清洗几遍 这样洗出来的花甲才能够干净 洗净以后给它捞出来 放入碗中 再准备一口锅 什么都不用放 直接倒入花甲 大家要记住 我们在做花甲的时候 一定要倒入点高度白酒 这样的话能够去腥 还能够增香 再这么一勺黄酒 料酒或者啤酒 都可以从锅边淋入 其他的什么都不用放了 然后我们再盖上锅盖 开大火烧 把火给它调到最大 等锅中的温度慢慢上升以后 锅里面的花甲就会慢慢的开口 并且花甲涂炉里面的汁水 这样涂了的花甲才会鲜嫩多汁 而且花甲的肉还不会脱壳 只需要几分钟 所有的花甲都开壳了 大家看一下 每一个花甲都开壳了 然后我们把花甲捞出来备用 然后把锅烧热 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热以后 再把我们准备好的姜片倒进来 倒入提前切好的辣热段 开小火把姜片还有辣椒炒出香味 炒香以后再把原汤倒进锅中 然后在锅中加入一勺食盐 一勺鸡精 再加入一勺麻辣鲜 加入一勺白糖提鲜 再倒入适量的生抽 一勺蚝油 然后用铲子翻拌均匀 再倒入我们准备好的生翻水 把汤汁收至浓稠 再把我们的花甲给它倒入锅中 花甲倒入锅中以后 我们要给它翻弄一下 让花甲上面都能够均匀地沾上汤汁 大家记住我们在做花甲的时候 一定要联用生翻水 这样做出的花甲会更加入味 更好吃 翻炒均匀以后 我们再把准备好的葱段 还有香菜段放进来 再倒入切好的蒜片 蒜片一定要最后放 这样的话蒜香味才会十足 然后我们再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以后就可以出锅了 我们这样做出来的花甲 每一个花甲都开壳了 而且每一个花甲吃起来都是鲜嫩多汁 大家记住我们在炒花甲的时候 下入锅中以后 前后翻炒的时间最好控制了两分钟以内 这样的话花甲的肉质就不会掉出来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花甲的做法 是海边人的做法 吃起来真的是好吃又入味 最大限度的保留了花甲中的鲜味 如果你喜欢的话就收藏坛来试一下吧 喜欢我的视频帮忙点个赞或者转发一下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明天再见